一起来关心社会的角落 这是自杀的悲剧再甜一桩 台北县英格一名45岁的男子 因为长期背负经济压力 想不开上吊身亡 留下了老妈妈和两名年幼的孩子 而他们日后的生活 急需要外界协助 情信男子敌不过长期的经济压力 用电线上吊身亡 让老妈妈哭断肠 一家四口住的是月租两千元的专照矮房 吃的更是从学校包回来的营养午餐 主孙三人平时就挤在一张双人床 面对爸爸自杀 小弟弟一时间也难以接受 就很惊讶 两个孙子都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他带的 他妈妈也从没带过 我妈妈就是说 怕说社会租赚不知道 孩子拿去 顿身依靠的阿嬷 只剩孙子的陪伴 没有谋生能力的三人 急需外界的协助 preocupe